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对于他们来说还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XQ在这次转会市场上也见了QG的老杨和Aster的橘子 可以说他们本赛季的决心是非常大的 明天XQ将迎来他们球季赛的首场比赛 在今年的春季赛和冠军杯中 XQ在首轮比赛都是以失败告中 今天能否在JC的身上实现首轮获胜呢 JC首轮比赛终于TF敖战五局 取得了本赛季的第一场胜利 转会市场上JC也将原来WF第一次东家选手 EV找到了麾下 别想要在这届比赛中取得好成绩 今天的看到还是比较多的 猫神九城谁能否带队获得秋季赛首胜 两人的中路对决将会有什么精彩的火花呢 老杨能否成为辅助太太的强力辅助呢 今天的比赛将意义揭晓